亲爱的耶稣,谢谢你 谢谢你带我们来到 神迹时刻的时间 亲爱的主,我们把这段时间 分别为圣在你的手上 谢谢耶稣 在新的一年当中 你说今年是安息跟加速的一年 所以在上个礼拜 我们选择先用安息开始 然后再从今天开始 每一次的神迹时刻 你来亲自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 你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加速 不论是我们现正需要的 还是未来需要的 祝你都知道 谢谢耶稣,谢谢耶稣 然后你让我们在这段时间当中 一样让心安静下来 然后你来对我们当说的话语 然后你来让我们说出 那个安慰,造就,鼓励人的话语 谢谢耶稣 你在任何的时间 你透过这个荧幕 你来传达到全世界 每一个需要听见的人 你来触摸他们的心 让他们在这段时间当中 然后可以得着全然的医治 谢谢耶稣 因为你这么的宝贝我们 我们都是你尊贵的宝贝孩子 好的,我们一起来祷告 在新的一年当中 我一样我们来举起我们的手 然后对着我们最爱的耶稣说 亲爱的耶稣,谢谢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我已经因性诚意 阿们 谢谢耶稣 谢谢耶稣 我这个艺人的身份 是你单单在十字架上面 你为我舍的 因着你在十字架上一切的完工 因而我现在可以拿起我艺人的身份 然后拿起我艺人的权柄 亲爱的耶稣,谢谢你 不论在这个新的一年当中 主,谢谢你 我可以说出我是艺人 所以我可以罪得赦免 病得医治 然后贫穷的得饱足 单单全部都是因着我的身份 谢谢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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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我重新对焦你 然后你继续浇灌智慧跟启示 在我的心里的眼睛 你让我更多更多的看见你 你让我活出这个身份 因为我就是艺人 我的道路就是越照越明 直到日舞 谢谢耶稣 谢谢耶稣 然后接下来 我们一起用不要怕这首歌 在全新的一年当中 我们来敬拜我们的耶稣 因为我们生命中有耶稣 不要怕 我依旧属你 你不找你 你已属我 我爱你 天选你 不要怕 我与你同在 我依旧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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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依旧属我 是我的自由 我依旧属我 思念舍地 却不被困住 心里错难 却不止失望 走逼迫 却不被丢弃 他到了 却不止失望 我依旧属我 我依旧属你 不找你 你已属我 我爱你 牵圈你 不要怕 我与你同在 主耶稣 感谢你爱我 留保全 为我生命 手边上 周清房 依旨我 是我的自由 思念守地 却不被困住 心里错难 却不止失望 遭避迫 遭避迫 却不被困住 遭避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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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迫 避迫避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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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冰火 却不被丢弃 打倒了 却不止失望 梦拯救 我已的自由 我冰火 却不被困住 我冰火 却不被困住 我冰火 却不止失望 我冰火 却不被丢弃 打倒了 却不止失望 梦拯救 我已的自由 我冰火 却不被困住 我冰火 却不被困住 我冰火 却不止失望 我冰火 却不被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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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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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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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告诉你说我们需要你 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我们需要你的怜悯 我们需要你的医治 我们需要你的供应 我们需要你为我们生冤 我们需要你的安慰 我们需要你的鼓励 你说 我们要像小孩子一样来到你的面前 是谦卑像小孩子一样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不要假装我们很坚强 耶稣你知道我们真实的我们 我们一点都不强壮 我们也不坚强 我们就不装了 我们就是真真实实来到你的面前 告诉你说 耶稣我们好软弱 我们需要你 我们需要你 谢谢你成为我们的救主 谢谢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主 我们不知道当怎么样行 但是你可以 因为你就是我们的引导 耶稣我们需要你 我们需要你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 我们需要你给我们话语 让我们回答 我们需要力气 让我们可以做每一天要做的事情 我们需要智慧 让你来祝福我们手中所有的工作 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不再假装我们很坚强 我们不再假装说我们很好 我们就是软弱的器皿 我们需要你 我们需要你住在我们的里面 使我们可以成为贵重的器皿 我们需要你住在我们的里面 使我们成为神迹的器皿 因为是有宝贝在我们的里面 要彰显那么大的能力 是出于神 不是出于我们自己 耶稣我们需要你 我们需要你 我们把我们的痛苦 我们的担忧 交给你 我们把我们的恐惧 担忧害怕浇载你手中 我们跟你承认我们需要你 在每一件事情上 我们都需要你 我们需要你 我们需要你 谢谢你 谢谢你 我们有领袖团队 有领袖到 就是最近是不是有很多人 在心里面就是有一种 好像被拿走什么样的空洞感 就是你突然间好像不知道 未来在哪里 未来要做什么 然后那个空洞感 似乎好像让你跟神之间 好像隔了一道墙一样 今天如果你有像这份 就是不知道从何时来 或者是不知道从何处来 就是那一份那个空洞 不知道什么时候 进到这样你的心中的人 今天神要亲自对你说 孩子这个是来自于黑暗的恐惧 今天神要亲自对每一个人说 今天神要亲自拿掉 那个莫名来的恐惧 因为恐惧不是从神而来 如果今天你有像这样子状况的人 你有一种很忧虑 没有 没有 不知所措 然后你可以将你的手 然后按在你的心上 然后你可以将 你心里面的那份空洞 担忧 然后那个恐惧感交给耶稣 然后我们在领受的经文当中 在约翰福音14章27节 今天耶稣要亲自对你说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亲爱的耶稣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耶稣 你现在来亲自触摸 我每一个人的心 就是现在我手 按在我的那个心上 主谢谢你 我把我的心交到你的手上 耶稣我感谢你 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主谢谢你 你让我的眼目 重新对焦在你那里 耶稣谢谢你 你说你要留下平安给我 主谢谢你 谢谢你现在就用你那个 来自于你那个确信的平安 你经由我的手上 然后你流落到我的心里面 你让我可以抓住像那个确据一样 亲爱的耶稣谢谢你 谢谢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现在 现在所有一切 那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那个恐惧 那个空洞 从任何世上感觉有缺乏的恐惧 然后害怕的恐惧 然后觉得自己得不到的那个恐惧 莫名来自于 但是那个不是从神来的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从严根拔起投入海里 现在我命令你那个恐惧 不应该在我身上所停留 因为耶稣谢谢你 谢谢你 现在你把那个平安 浇灌在我的那个心里面 耶稣谢谢你 谢谢你 你亲自来做工 因为我知道我是一人 我在你的手上 没有什么可以伤害我 也没有什么可以让我担忧 因为耶稣你的爱 我在你的爱当中 谢谢耶稣 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谢谢耶稣 你说你留下平安给我们 你将你的平安赐给我们 你所赐的平安 不是人所能赐的 不是这个世界可以给我们的 你所赐的平安 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拿走的 谢谢耶稣 谢谢耶稣 你的平安就是整全 就是健康 就是完全 你就是平安的主 你就是平安的主 谢谢耶稣 你名称为平安的 你就是我们的平安 谢谢你住在我们的里面 使我们有完全的平安 不管这个世界的局势将要如何 我们都有你的平安 奉耶稣的名宣告 我们的家人都是平安的 虽有千人倒在我们的右边 万人倒在我们的前面 这次还必不领导我们的家 谢谢耶稣 你的平安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夺走的 因我们阴性诚意 平安的主就住在我们的里面 祝你平安的主就住在我们的里面 请来的耶稣 谢谢你 谢谢你 就是我们有团队领受到 就是也许你觉得你的人生 好像经历了像 有点像风暴 就是你在很极大的压力当中 然后你不知道 该怎么办 然后今天我们的团队 有领受到一个异象 就是 现在如果你有这样的状况 你可以将你的眼睛闭上 就是今天耶稣要对你说 孩子 孩子我从来没有离弃过你 你知道每当你走不下去的时候 是我抱着你行走的 现在如果 你可以用你灵里面的眼睛 然后你可以看见耶稣 然后其实你一直以为 在这段路上面 好像是你一个人很辛苦 很努力 想尽各式各样方法 然后你想要补救 你想要求救 你想要挽回 你想要解释 可是其实今天耶稣要打开你心里面的眼睛 祂要你看见 孩子你不是一个人 而且你不是靠你自己的双脚行走 孩子你看到了吗 是我抱着你 其实你是在我的胸怀上面 我用我的双手抱着你 我抱着你走 我抱着你坐 我从来没有理弃你 孩子你看看我 你看看我 谢谢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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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我们每一个孩子看见 原来 我不是一个人 我有耶稣 一直都在 谢谢主 谢谢主 祷告奉耶稣的名 有时候环境的围困 是上帝的保护 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走到暴风圈 你们就进到那个暴风圈的中心 你们就会看到 那个台风眼里面是平静的 是稳妥的 你们就走到那个最中心的里面 你们就会知道 上帝在人的国中掌权 你进到以耶稣为中心的那个点 你就会看到 安静下来了 平安了 因为你知道耶稣掌权 也许有很多人说一些不好听的话 说一些控告你的话 但是神说孩子 不要担心 我已经称你为义了 没有人可以控告你 没有人可以定罪你 我要将那些话语 哑口无言 我要把那些控告你的话语 都钉在十字架上 将那些控告你的话语都落空 凡为攻击你所造的武器 必不利用 都要失效 神说孩子 不要害怕 不要怕 你安静下来 不用看环境 不要听人说的话 不要让那些话语 进到你的心里 因为那些话语都钉在十字架上了 那些话语要废去 唯有神的话 安定在天 神的话就是你的道路 就像艺人的道路 越照越明 直到正午 神说你是抬起头来的 因为你是艺人 你的日子是长久的 神说不要害怕 不要听那些新闻所说的话 因为我才是掌权的主 神说不要害怕 亲爱的耶稣 谢谢你 谢谢你 然后我们刚刚有团队领受到 就是今天神要医治你的腰跟你的膝盖 还有你的眼睛 如果你现在有这些关于比方你膝盖 你长期你会有疼痛的状况 或者是不管是因为你 你可能因为天气 还是因为你曾经过去小时候有受过伤害 或者是你有遇过重大的事故而受的伤 就是你可以将你的手按在你的膝盖上面 还有你的腰椎 然后一样同样就是今天在眼睛的部分 就是你常常你最近会觉得你的视力好像有一点衰退 不知道为什么你怎么看都觉得你的视力会有一些模糊 然后那个模糊感甚至会影响到你觉得你的头部会有一点疼痛 就是他的脑压会有一点高 然后你不知道该怎么办 到底是因为眼睛还是因为头 你为这件事情你觉得非常的烦恼 现在如果你有这些状况的 你可以将你的手按在你有疼痛的部位 不论是你的眼睛 你的腰椎 还有你的膝盖 因为今天神说他要医治 他要用神机医治 来医治你的眼睛 你的背部 你的腰部 还有你的膝盖 然后我们领受的经文当中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五节 就是瞎眼的得意看见 瘸腿的行走 麻风病人被截进 耳聋的听见 死人得以复活 穷人得以听到福音 哈利路亚谢谢耶稣 谢谢耶稣 主谢谢你 谢谢你 你说你今天要医治孩子就是拿起自己的权柄 孩子领受这份医治 奉耶稣基罗明宣告 现在孩子手所触摸到的 不论是我的眼睛 我担心我的视力模糊 我的眼睛退化 还是影响到我的脑压很高 甚至我的腰椎部分 我长期会有疼痛 不舒服 需要长期的复健 甚至有医生说要手术开刀的 我很担心 还有包含在我的膝盖上面 现在我可以触摸在我的膝盖上面 有任何有疼痛 就算是过去有重大事故的伤害的内阁的疼痛 奉耶稣基罗明现在 耶稣你说因着你的边伤 我现在在地上 我因着你的边伤 我可以完全得到医治 哈利路亚谢谢耶稣 谢谢耶稣 孩子现在就是要领受 你给我的这份医治 谢谢耶稣 谢谢耶稣 祝你为我留下的那个宝血 宝血滴下到我的眼睛上面 宝血行进在我的腰椎上面 祝你为了我皮开肉绽 你整个的膝盖已经完全受伤 就是因着我现在这个时间 我就因着耶稣的边伤 我就是可以得医治 哈利路亚谢谢耶稣 谢谢耶稣 奉耶稣基罗明 所有一切那个症状 疼痛 不舒服的感觉 现在从我身上完全退去 因为我属耶稣基督 耶稣如何 我在地上就如何 所以现在耶稣眼睛 是看得非常的透彻 祂的眼睛 看得非常的透彻 我的眼睛就是可以 看得非常透彻 耶稣现在可以站得非常直 祂可以挺起祂的腰椎 祂可以抬起祂的脚 祂的膝盖没有任何一点疼痛 我现在就是跟耶稣一样 因为耶稣如何 我就如何 耶稣没有疼痛 我就是没有疼痛 耶稣现在是健康 我现在就是健康 谢谢耶稣 谢谢主 谢谢主 谢谢主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耶稣就是医治 不只是耶稣 不只是耶稣要医治你 耶稣本身就是医治 你让耶稣住在你的里面 你就是让医治住在你的身体里面 你进到耶稣的里面 你进到耶稣的里面 就是你进到医治的里面 你在医治的里面 医治也在你的里面 你已经有医治了 医治就在你的里面 你需要的医治 一直都在你的里面 奉耶稣的名宣告 那医治要从你的生命中 发展出来 要彰显出来 彰显出来 你需要的医治 都在你的里面 谢谢耶稣 亲爱的耶稣 谢谢你 谢谢你 然后我们有领受团队 有领受到 就是 也许你可能有长期卧床 就是或者是你 长期生病的人 然后我们有领受到 就是 你时常看着你的家人 也许你是个孩子 你看着你的爸妈 然后为你忙东忙西 然后为你不断地求医 然后 然后或者是 也许他是你的亲人 你的丈夫 或者是你的老婆 然后你在病床上 你有一份很深的 那个自责 然后你觉得 为什么我要造成 他们这么的辛苦 如果你有这份自责 或者是你是这样子的人 今天耶稣要亲自对你说 孩子 你知道你的家人 是爱你的 今天耶稣要拿掉你里面 那个很深的 那个自责的感觉 他要释放你 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总是觉得让自己压力很大 但今天神要对你说 这一切都是因着爱 你不要觉得自己是负担 因为你是你家人 那个很重要的那个宝贝 然后你也是耶稣的宝贝 今天耶稣他要亲自释放你 那个很深的那个定罪感 因为那个定罪感 不应该在你身上 亲爱的耶稣谢谢你 现在如果你有这个状况 你可以将你的手摸在你的心上 或者是你可以摸在你的头上 然后你来对耶稣说 亲爱的耶稣谢谢你 主谢谢你 谢谢你 我愿意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愿意把我那个自责 跟那个定罪感放下来 主谢谢你 你来帮助我 你让我可以对焦在你的身上 谢谢耶稣 我愿意学习 我不要让那个定罪感在我身上 因为我属乎耶稣 阿们 我因性诚意 所以我是艺人 我是尊贵的 所以我不要把那个定罪感 就是放在心里面 我现在奉耶稣去的名 挪去 谢谢主 然后耶稣要对你说 你所祷告的 耶稣 祂垂听了 谢谢主 谢谢主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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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亲爱的耶稣谢谢你 谢谢你 然后我们有团队有领受到 就是有的人的牙齦跟牙齿 然后就是会有不舒服的状况 就是有的可能是发炎 然后有的是会莫名的疼痛 然后有的时候是牙齦 可能有的人会流血 然后或者是很担心牙齿的状况 现在如果你有像这样状况的人 你可以将你的手放在你的牙齿上面 或者是你有在做一些根管治疗 或手术或整个的过程当中 你觉得好像没有那么顺利 你很担心的 你就一起 然后我们来为我们的牙龈跟牙齿来祷告 亲爱的耶稣谢谢你 谢谢你 主谢谢你 现在我不知道我的牙龈跟牙齿 它的状况出现了什么 但主我感谢你 还好也许是医生说的 但还好是医生说的 主因为我知道我是属于你 现在 我现在将我的那个牙齦跟牙齿的 那个不舒服的症状跟疼痛 我交到你的手上 耶稣谢谢你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现在我手所触摸的地方 那个好像一直觉得怎么一一都一不好 然后一直有很多的状况的 现在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因着耶稣的鞭伤 我的牙龈跟我的牙齿 它已经进入完全的医治 谢谢耶稣 谢谢耶稣 因为我现在看到就是 耶稣为了我被打到 甚至整个口腔里面都是流血的 然后每一个行经的地方 布满在整个的牙龈跟牙齿的部分 主谢谢你 你让我看见 因为你已经为我流血了 所以我现在的牙龈跟牙齿 就是进入那个完全被翻转 完全得医治的状况 谢谢耶稣 谢谢耶稣 谢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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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我可以 就是年纪越大 不像外面的人 就是很担心牙齿掉落 反而我年纪越大 我的牙齿越健康 然后我可以很轻松的说话 我可以很轻松的咬东西 我不用很担心 好像要吃到过硬的东西会害怕 完全都不用了 谢谢耶稣 谢谢耶稣 因为耶稣有健康的牙龈跟牙齿 我就有健康的牙龈跟牙齿 谢谢主 谢谢主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主持人 主持人 就说有感谢你 我们要为有血酸的人祷告 奉耶稣的名为要命令 血酸要从我们的身体中离开 不管是在心脏的部位 在脑袋的部位 在任何的地方 在肺部 在任何的地方 在脚 在手 血栓要离开 要化解 谢谢耶稣 奉耶稣的名 我要祝福那些 觉得心脏痛的人 他们要完全得医治 因为耶稣你如何 我们就如何 耶稣你的心脏 强壮有力 我们就有强壮有力的心脏 谢谢耶稣 奉耶稣的宣告 在我们里面 在我们的血液里面 没有任何的血酸 感谢你 不管是 什么样状况进来的血酸 我们都不会有 因为我们是义人 因为耶稣 你为我们流血 我们喝了你的血 你的血在我们的里面 在我们的血管里面 在我们的血液里面 你会替我们换血 奉耶稣的宣告 你的血液要换成我们的血液 我们的血液要清澈透明 任何的血酸 都不会发生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谢谢耶稣 谢谢耶稣 还有那些 就是会一直喘气的人 奉耶稣的名 我要宣告 这些 一直觉得很 呼吸很困难 一直在喘的人 主要得到完全的医治 奉耶稣的名宣告 因为耶稣的鞭伤 那个喘气的 呼吸不过来的这样子的症状 要得到完全的医治 谢谢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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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一罪不两罚 你替我们承受的刑罚 你已经替我们承受的刑罚 在十字架上已经完工了 你已经做成了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 你在十字架上完工 所有的那个成果 就是罪 疾病 定罪 死亡 咒诅 都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谢谢耶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亲爱的耶稣 谢谢你 谢谢你 我们刚刚团队有领受到 就是 就是 关于在写止方面 写止 然后刚刚看到有一个画面 就是所有那个很浓稠的 那个画面 他在整个的 神的阳光的光下 然后他完全一个一个被蒸发掉了 现在如果就是你可能 不管是你自己 或你身旁的家人 就是也许有在高血脂方面 或者是有的人是脂肪肝 或者是在血液方面过浓稠的人 你现在你可以就是 将你的手一样按在 你的身上 或是你家人的身上 然后你将这个画面 然后放在你的心里面 因为今天耶稣他要亲自让你看见 就是也许很多人担心会有栓塞 然后血脂的浓稠度 血液的浓稠度 还有脂肪过高的 亲爱的耶稣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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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谢谢你 这是你给孩子的意象 你说今天你要亲自来医治那个高血脂 还有三高族群 还有那个任何关于像栓塞的状况 耶稣我感谢你 现在我将那个症状 那个鞋子 那个浓稠的 他现在就是在阳光下面 主谢谢你 你的光 他直接照着他 他就这样子慢慢的被蒸发掉 自然而然神迹式的被蒸发掉了 他不用需要我很辛苦很努力 奉耶稣基督明宣告 主谢谢你 因着你现在给我这个画面 我来奉耶稣基督明 然后命令我的整个的血管当中 我整个全身上下 不论是有鞋子浓度过高的 酸塞的问题 现在在我血液当中 主谢谢你 你来清澈 你来通胀他 因为每一个行经的地方 或者是那个有鞋子浓厚的地方 他就是完全蒸发 我就是恢复到该有的健康的状态 谢谢耶稣 谢谢耶稣 你来成就 而且你已经成就 谢谢主 谢谢主 祝福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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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 这件事了 或者是你刚才要说话 然后要说什么 怎么就忘记刚才要说的话 或是你看过你记得的事情 明明就是记得 但就是想不起来那是什么 哪一个字句 然后你觉得你说话好像变慢了 你的理解力变慢了 奉耶稣人名 我要祝福有这样症状的人 你们要像摩西一样 到一百二十岁的时候 也是耳聪慕名 精神没有衰败 你们的口齿 你们脑袋都是清晰的 谢谢耶稣 然后大家要像迦勒一样 即便到了八十五岁的时候 不管是力气 不管是能力 领导力 思绪 都像四十岁一样的时候 就是八十五岁像四十岁 如果你们四十岁 就是像二十几岁一样 谢谢耶稣 谢谢耶稣 不要害怕老化 不要害怕那个记忆力衰退 因为你们不会的 奉耶稣的名宣告 那个记忆力要回来 记忆力要强壮 要回来 要健康起来 那个思绪要回来 那个话语的能力要回来 那个记忆力 想象力 创造力 凡是上帝给的 那个一切的美善的恩赐 通通要回来 不会因为年纪 不会因为环境 的变化而改变 谢谢耶稣 我们要如因烦恼还通 因为我们有了耶稣 成为我们的书架 我们就会有青春的泉源 在我们里面涌现 会产生在我们的 我们的记忆力 我们的想象力 我们的创造力 我们的眼睛 我们的脑袋 我们的思考 都会像年轻人一样 谢谢耶稣 我们的皮肤也会 吹痰可破 就是皮肤会白皙 会像孩童一样的 一样的白嫩 谢谢耶稣 因为这是你圣经上的应许 谢谢你 我们领受你的应许 我们领受你的应许 因为整个宇宙 都是你的话语托住的 因为你都用你的话语 创造了万有 所以我们的身体 也是你的话语托住的 谢谢你 我们领受你的话语 领受你的意志 谢谢耶稣 亲爱的耶稣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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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 亲自说的话语 然后孩子就是在这边 一样就是对你说 我愿意 我领受 我领受所有 今天你对我说 你要我得到神机医治的 每一件事情 每一个部位 我也相信 耶稣我感谢你 我也持续的不断祷告 在我身边的人 需要听见的人 我将这个美好的福音 还有这个神机医治 然后传递到每一个需要听见的人 耶稣谢谢你 然后你也继续来持续保守我们神机时刻的时间 然后你来亲自不断对我们的说 来对我们说话 然后你让我们可以进入那个丰盛的道路 因为我们是一人 然后我们只管在这一年当中 我们让自己的心越安息越好 主谢谢你来带领孩子的脚步 你让孩子知道在安息当中 然后依然可以跟着你的脚步 然后你可以加速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件事情 因为每一件事情 每一个步骤 都有你亲自来带领 谢谢耶稣 谢谢耶稣 然后我们同样来鼓励大家 就是你在这个神机时刻当中 然后你有经历到那个丰盛的医治 丰盛的供应 然后我们都欢迎你 你可以将你的见证 然后一起分享上来 我们可以鼓励非常多的人 然后我们一样就是见证 复制见证 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那个荣耀 传递到每一个人身上 谢谢耶稣 谢谢耶稣 新的一年 谢谢你 还是继续 一样不断的这么爱我们 感谢主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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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